哈喽哈喽 又是胜利Wallup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的内容都挺丰富的 就是集会炒磕的 什么都要有 有叉烧 虾仁 鲜油 那今天第一个题目 因为早前胜利Wallup 有人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 就在留言网上留言 就问一下冯耀正现在的情况如何 我据我所知道 现在的冯耀正和摩加利 在澳门还有一份职 有什么 关门了 关门了 还有什么要做 关门了之后就有200个马 那200个马大家都知道 有些需要人照顾的 需要人照顾 还有应该都搞一段颇长的时间 因为有些马就运过马拉 有5个马 最近上次的圣尼Wallup 已经说过了 运过来香港 有些人退役 运回到内地 应该澳门马会就卖给内地的 那这些马就 是关澳门马会的事 但只不过是马主要不要 善后就找澳门马会善后 善后就不能够 你澳门马会怎么安排的 那现在冯耀正和摩加利呢 就在澳门也有一份职 就照顾这些赛马 照顾到他完全离开晒为止 哦 就是完全 就是应该 我想还有一年半才做的 那是游位 游位来的 不用做的 只知道怎么办而已嘛 都早上要出来刷一下的 应该不会配马上去的 不会的 就是 行马机 行马机 什么什么的 什么什么的 嗯 那么就 另外一个 都是澳门马的 的人事消息 就是摩加利的大子 就是我们叫法国婆的儿子 他第一个老婆是法国妹来的 阿摩力高 那不做联马师呢 就在澳门好像有身份证的 哦 他和他父亲都有身份证 这么厉害吗 就好像是转战酒店业 就在武大酒店呢 应该不是 不是说做什么高薪厚职的 应该都是 中层呢 就在酒店前发展 因为他就 早前就结婚了 阿摩力高 哦 那么这个都是澳门马场 新鲜滚烈的消息 就是郑哥 摩加利 在澳门仍有份证 就照顾 现在现时剩下的那些马 照顾到呢 完全是离开了澳门为止 那么在昨天的赛事 阿牌哥就 喂 有一位骑士真的失踪了多久 阿霍宏星有什么问题 真的不知道 这段时间他好像患得患失 那些说 冷门又跑不了 热门又跑得不好 就是 还有看他安上那个 患得患失 跑法好像四个人 进退七局 哦 都是这个 我昨天看他跑 因为我留意他 看看他第五场是专家 虽然他输了 就不关他的事 但我看见他拔边 就好像 轮轮尽尽 拔几下拔不出来 就是折住他 好像 拔下拔不出来 应该是这样的 昨天霍宏星 三个马 有人排队 第五场一次是专家 下一场的 描述高 十月的描述高 现在中间 藍色 紫红白帽 两个白色的 三个马 现在跟他第五六位 这个也是好位 你看他拔边 马也是输的 没理由输 不关他的事 但他拔边的时候 真的很轮轮 好像 比建设生还差 你看他 最后三百 一期就缩了 缩了 不关他的事 已经是倒退了 不关他的事 但是他拔边 你看他拔边 准备 来 你看他拔几下 好像 别人 弄移壶 也拔不到 一下子就拔出来了 就好像被涉石 是啊 不知道为什么 他现在患得患失了 但是 其实我看他近期 虽然是耐武敬马 会不会是私事问题 他应该有很多支持 现在支持人 没有支持那么多 但是很难说的 你这样的表现 很多都不想找你跑 我担心他 不知道是否有私人问题 其实 私人问题 不知道关不关马会 其实马会 私人问题 不关事 以这个骑士 的近期来说 嗯 马会应该是 了解一下 就代替他公布 因为 这位骑士 他又不是举足清楚 就是叫做有时 骑的马 有这份 昨天他三年有人排队 嗯 美场推出了一只 川甲战鹰 刚才我们看一千那场的 专家 嗯 下一场 这个妙算高歌 嗯 就是其实 他也是吸引到 投注者买他的马 就是其实马会呢 就是如果做到 盡善盡美 就是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那些私人问题 那些有公布的嘛 私人问题怎么公布呢 那有什么所谓呢 那除非你患绝症 什么什么的 对不对 那或者家事什么什么 你公布一下 那买不买 就我自己 拿主意 但是你公布了 我知道原因呢 我对于这个骑士 以后我的投资策略呢 就可能变一变的嘛 那我 那我 阿栋哥我们现场也有跟你说 我们呢 我们呢 我们两个见到霍宏星 我都叫你小心点 不要买啦 就是尽量不要 倚重他啦 这些大家都明白的了 是不是 那么 另外一个电话师 又吓你一跳 经常那些马呢 是习前退出 就是丁冠奥美场的专家战争 之前很多只 有关丁冠奥的事 有关霍宏星的事 丁冠奥和马房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就是 不是很老义 是不是粗仰问题 那 那 那 好事 一两三次 是习前退出的 是啊 那很有趣的 而且又有很多 排完位之后 退出也关他事的 是啊 那职弱也这么紧要呢 那职弱就 和 和退出马就不能够挂勾的 那 那是你练的嘛 是啊 你粗的嘛 是啊 你为他吃料的嘛 那究竟是什么问题呢 今年就一定是拔不了業 我看他现在 30只马不够 以下年的情况呢 看来应该都是 拜拜的机会都很高的 我知道 你真是三十只马 三十只马都不够 那下季怎么回答 那还有他很多 真的 雙残老弱的嘛 有失马来的嘛 那现在你有失马 会不会进他马房 就这么简单 也有的 也有的 多少支持者也有 但是那些是 戴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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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经上想 我是一个 第一次养马的马主 那 一定不会进这些马房 那 就是 不是算成绩 你实在是 令人 是尽失信心的 有时你的马 不是什么经典马 普通一只 PPG 或者普通马 大马房 你进不住的嘛 你进不住的 你不要忍着自己是个马主 好像很聪明 那你叫我和他介绍 就能进不住 很难的 因为长期爆棚 是不是 你的马 譬如你是 很贵的 有名气的自购马 或者 他自己漏你了 又漏不用漏的 漏不值钱的 或者你是很有关系 因为讲关系 那些养一只马 两只马 普通的 很难去 香港要做马 做到这样也很凄凉 不是的 那用来做什么呢 好像你读书 你读明校 你读明校 就是这样 这个 这个是 太若留强的 表现 没办法的了 另外也说 丁冠豪那些马 演出失掌 昨天第七场的水风云 水风云 我前次有戒指 是 输了一点 田太汉跑 那今次呢 原装配搭 他完全有人排到一滴都没有 一滴都没有 上一场一早已经摆了前 力拼回来输了一点 这场再跑千四 虽然输了一点 但是也不应该跑到一滴都没有 这样的表现 香港很难站得到 又不知关不关这段时间的长地 也是 因为很多人说 好像 我们有看 虽然是 在杂后面那些地 就不是越来越跑 就是千八九路 但没理由光了头 一千都是 就是浴宣 为什么这样 好像有些 工马会说 因为 天气问题 冬天的草死了 夏天的草 三滴都出来 变成青黄不摘 青黄不摘 你就停两个月 等草出来再跑 你有什么所谓 可以 马迷等得 当然不能等 你只能等 不是 既然你说得这么均真 你就养草两个月 等于休如期 也有休如期 你养草两个月 两个月再跑 你有什么所谓 因为说的不是真的事实 未必 未必说严重到要停跑 不是停跑 是养草 那你停跑 就是停跑 那你 你什么场地 都是有 一二三四名 但是现在这样的场地 是令到 那些 大投注者 是果足不前的 就是 现在好像跑 最近跑 快符谷的草地 那样 好像当年跑七八十年代的沙地 没进去 原本的西太出去 那你是什么人 这个我几个月前 早就跟你说了 就是证明 如果快符谷 打算排一二当发达 结果你现在就悲开 一定要中断 悲开 都可以的 要说你的马 入直路有没有少少后径 就是你不要打算在前面走 不过你不厌其烦 这么说 就是跑的财力物力 没理由那一条 草地跑到搞不行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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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都很高水準的了 不过你有时候 大自然 你不能跟大自然斗 大自然说 那就是这样 你怎么跟大自然斗 最好的 如果那些是因为养草问题 停跑两个月 两个月再跑 没所谓 不要緊 那你经常 你现在香港马会 说到一个初次 我们是很均真 什么均真 什么均真 你还说还说 你骂还骂 好像你说的 骂完善 骂完善 你又骂不来 又骂完善盾 就是好像你骂我们不行 你始终去买马 难道 难道 我们总是孙叛顿骂 你都说 骂他一会儿 骂他一会儿 又骂回去了 为什么呢 你试着实力马 他的马是有左右大过的实力 一骂 叫他这场搬盾都去 对吧 对 结果就投胎了一票 所以就是 这个是香港 我们的马迷的习性 习性 很多人叫我 阿童哥说 铁金刚不要追 富起来不要追 但是我始终在这边追 因为我认为 自己那个 很肤浅的赛马尝译 我认为这对马 没有理由这些分数 不能赢 铁金刚 入职路全面性 不是在位置没有 骂人 不是的 始终也是第四 他在闸后面 入闸前的颈子有很多汗 小小而已 不是 就是我认为他 堆砌的理由 来骗自己 因为他 入职路 都按住 没动过的 我看他位置很稳定 就是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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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跑马尝就是奥老 就是第四 第三 都交代不了 所以有时候 买马尝是 就是 都是挺高心学问的 理论说 这几天都不下雨的了 我们再看星期三 那个 中内档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 又没有那么差 是不是 如果再是那么差 如果不下去 就是那么差 那就值得罵 如果仍然是那么差 我们继续 路插马会 又说得太远 我不是跟你说过 好像应该是疫情之前 几年前 阿达陀你最后一次来香港 跑过国际骑士 邀请 他不知道是跑大摩 就是什么 就是跑完一次回来 就立刻说 以后不会再跑马尝 他说 那场地是很危险 很危险 他还跟我说 他说 他跟草地说了 goodbye 亲吻了他 那几年之后 高东尼说了 那场地 他说 当时我都不理解 他说什么 他不理解 他只是说 恐怖 恐怖 还有那个场地 不公平 不公平 还有很恐怖的地下 他说 他说 以后都不会跑马尝 当年我是这样的 因为当年那时候 马会再起跑道 那时候 我仍然在香港 正在说 那叫获型跑道 是啊 那有一群 档位的朋友 是很深水清的 那十次八次赛事之后 就买了一字六档 那结果 你们经常收市 因为里面着数 里面着数 就是 统计档位的朋友 是 现在的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应该不会 就是 就形容这个跑道 叫获型跑道 但是始终说一句 在快活谷 你一字六档 当然是漂亮 是吧 尤其是 一二三一起步转弯 千二一 一六五零一起步转弯 是啊 所以 就是 如果范複谷来说 一二三四五六 都算是漂亮 是漂亮 但是现在不是 不是 也有好处 比如你走到前面 转直路 都飞到中间 你有后劫就可以了 你比全程 全程殿后大王党充 一定是虧的 一定是虧的 就是昨天的华丽再演 没有第二 跟加利高星 串不到一条大日本连赢 就全程被迫走外当 有点虧的脚情 全程被迫走外当 那条三十多元 就很稳定 就是华丽再胜搭那只 加利高星 加利高星 跑马就很奥老 应该是大日本 不是 只有四只马跑 排队的四只 就四只回来 因为 这一场很特别 就是 很参差 就是那些二班马 那些好水 好爪好爪 就是跌幅跌得很紧 什么 葦小寶 没有了 那些跑完了 那些什么四季省 那些跑到下 很好心 但是根本不是这个路程 自己更生日临障 如果听我们就知道 吊土而已 吊土 他也不算拍得差 因为其余那些比他更差 就是这些二班马 其实是没有二班的水准 现阶段的能力 就是好像 你的小霸王 高东来接手之后 看来都是 专业法国前逸 我们都是这样 长地也都是頭 那 那么 喂 最近流血流血流血的马 有那个只 第一隻八卦八中,第二次流鼻腔,當然是硬性退役 這些馬,浪費了 我記得他一出那場,賭到六十多元 另外一隻摘上身 替石哥仔不賭,那隻是海綿寶寶 我記得昨天好像江同志最後入閘 不知道什麼入閘,最後入閘,海綿寶寶 幾個流鼻血 沒辦法,健康問題就要 就是要這樣的 沒什麼特別 星期三賽事,看來陽光寶寶寶應該場地好很多 正常是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跑起來 沒理由不是這樣吧,如果不下雨 我記得第一次移場看到有泥頭 到時候再說 到時候再說 星期三,你暫時有什麼心趣 我喜歡二場八,經濟大師 上次我也有介紹他的十一檔,臨場馬很漂亮 有人排隊 有人排隊 這次就是 不過霍宏青沒有所謂,一減七磅 排一檔 霍宏青 不是,王志榮 對不起,因為有個王志 排一檔 應該有些賺的 還有減榜有著數 但是1200 應該沒理由不行 1200 這個馬桿很靈活 很靈活 我們叫做 搶出筋好位 上次排十一檔 這場是1600 這場不是1000 這場是1000 1000 排十一檔 白鼻梁很容易看的 律式 很容易看的 紅白星彩衣 第二隻彈槍大家看到 紅色眼包那隻 是 浪費了很多力 浪費了很多力 但是這個第三個是高水準的 不錯的 這個第三個是 也有水防力的 這次就是一檔 輕磅 就是減七磅 應該好跑的 好跑的 賺盈勢 在裡面拿個 屁股 這樣 如果算一條 算術題 他千月來地幾次成為熱門 跑來地 始終比跑草地 這次第一次跑 這個千月草地問題都不大 應該可以的 還有這些馬 還有進步 還有很新的 這場馬 原來手一檔 賣不到藍 或者這次貼藍 會好跑很多 好跑很多 但是有時候 白鼻梁那些馬 太過 明顯優勢的東西 反而就 他都不是優勢 他現在都是 你看 這個第三 就是僅僅 都是OK的 就是 這個馬進步 進步 到季尾 要買形勢 形勢有著數 那些場馬 即是季初季中用得少的馬 因為上次 十一檔 嘗試一下這隻 又不會是大熱門 是吧 那我喜歡第七場 上次也有介紹的那隻飛象 這個馬自從 進步 不是 訓練了氣量之後 大家知道 這個飛象 最近跑兩場千六 一場艾少禮 跑第二 上一場用斑德 更加輕鬆之大 就是贏馬 那伏火這隻馬 是繼續進步的 還有今次呢 加磅不多 贏馬之後 實在的副榜 比較重四磅 加七分 加七分 但是副榜 就是重了四磅 這次用回更加硬勁的艾少禮 還有這組 對手 不是很強 他應該贏 應該贏比較高 看看敗將 赤到後王 應該正在我拖一二四 薄望波 赤到後王 還有那隻 跑得快 那狗狗為尊 狗狗為公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 臨場再看 因為這個飛象 其實大家知道 一來谷草很熱 就是看幾個氣量 就是養成之後 是贏得輕鬆的 是贏得很輕鬆 贏赤到後王 叫都不用叫那隻 叫兩個馬 是啊 叫都不用叫那隻 這次用介紹得很硬正 我相信不是斑德禮 叫上禮應該好一點 硬正很多 看看這場輕鬆之大 是贏馬 那飛象 希望大家都知道 應該是第九檔 藍三 紫色 紫紅色 紅色 然後第三馬 十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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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輕鬆的 贏那隻 都是有說服力的 道成專家截到後王 看看有什麼機會 但這場 博望波 有報名壓制 我看這隻馬 應該挺近的 千八比千六 薄不薄 他有些班次之離 接著他 第六位這隻 就飛了 這個腳程 他也是 好跑的 這個腳程也是 少少的 他這個也對的 因為他直路 要飛了少少的 他大補 因為裏面的地不好 裏面的地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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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七到後王 就是 準了這個路程 準到暈 但是上次輸 他也是 技術升級到你的 輸了兩個馬 是啊 看看怎樣 蓋就過了 已經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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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上的第三位 直到一騎就彈了 沒有問題的 這個馬 呼吸 那個展宏圖真是慘 上一場嚴重意外 今場更加跑到斷腳 就是運氣問題 這裏一騎 一騎就已經出來了 八十多元的這場馬 很輕鬆 很輕鬆 彈一贏 嗯 七到後王追 追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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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大越大 捱的第二 他這次比上次 就是多四磅問題不大 我看有沒有應該贏 很好跑 不過配合排隊檔 配合排隊檔 因為這個位置 有排隊那個 沒有排隊的 正常都會有 對吧 第三 林祥大幅有人排隊那一隻 跑得很快 同場一刻跑的 那天晚上好像和這集 差一點 差一點 林祥再看 暫定來說 星期三我就喜歡第七場的飛鳥 是 排哥就 精益大師 精益大師 看看到時 強調 如果林祥沒有人排隊 就馬上退 不過這個馬房 葉楚行 就沒有人排隊比較窄 立刻退 立刻退 立刻現形 因為沒有人排隊 立刻在賽事 那個表現是現形的 你要留意我們林祥 如果真的沒有人排隊 就立刻轉態 好了 今天勝利的魔王 剛剛時間就跟大家 都講了幾多話了 那 這個禮拜五呢 就再跟大家 這禮拜好像跑禮拜六 這禮拜六 我們是星期五了吧 這個禮拜六 這禮拜六 也是星期五 星期五 再跟大家見面 什麼都調動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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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